军统教父戴笠 作者张军由老王播讲 第83集 轰炸密码 宋美龄把一封信交给了郑建民 要他严加查办 这封信的内容是揭露了宋美龄贪污捐献飞机款的事 而郑建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审罪 审罪经过仔细的研究 认为皇家亚口一家被炸的商店的老板的嫌疑最大 只是他家被炸以后搬到什么地方去了弄不清楚 经过半天的搜查 就抓到了有关的四个人 然后经过几次刑讯与查队笔记 证明那就是他们写的 他们写信的原因很简单 就像信中所写的那就是因为气氛 三天以后 郑建民亲自跑去问了两次 他很高兴的把这个结果向宋美龄回复了 宋美龄指示一定要言办 代理指令军法处把其中一个写信的判了15年的徒刑 其余的三个人也以同谋罪各判了5年的徒刑 结案以后 代理把审罪带去见宋美龄 向他报告了办理和审判徒刑的经过 宋美龄听了很高兴 立刻就拿出了一对的派克金笔 讲给了审罪 说 这事办得好 不管办什么案子都应该这样雷厉风行 这些刁民太可恶了 我好心好意的组织资金买飞机保护他们 他们竟反过来骂我贪污 一会儿蒋介石背着手 身着唐装从室内走到书房来了 他说 宇农来了 我正要找你 审罪知趣对代理说 局长您没什么吩咐 那我就走了 代理也不说话 走了几步就垂手站在蒋介石的身前 听后吩咐 审罪走了以后 蒋介石问道 你们最近在干些什么 自己天天来重庆投炸弹 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宋美龄也说 是啊 天天多警报 有时候一天好几回 前天大令正在厕所里 一下子来了警报 长此这样下去 如何是好啊 代理垂着头 听着蒋介石夫妻两个 你一言我一语的 在说着这件事 宋美龄还说 大令啊 我还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呢 一个刁名头的 把怨气都发在我身上了 说我贪污买飞机的钱 难道我就不被飞机炸了呀 蒋介石说 你买的那些飞机都过时了 飞不高 当初要买几架先进的 说不定还可以对付一下的 宋美龄说 先进的贵嘛 一架可以买好几架呢 蒋介石怕宋美龄继续往下说露了馅 就手一挥说 好了好了 怎也没有用 你弄啊 日极的事情 你要当头等大使来抓 今天在这里 你最好说个初步的方案 代理说 这事我早就考虑过了 日极如入无人之境的来轰炸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 我们的防空部队武器装备差 最高的射程只有一万两千米 第二个是 我们的飞机性能不好 速度高度都比不上人家 我就纳闷了 这个日极好像知道这两个秘密似的 每次空袭都是在一万两千米以上的高空飞行 我们的防空部队和空军对他们就无可奈何 只好等着挨打 蒋介石说 这么说来 是我们内部出了间隙 把我们的情报出卖给了日军了 代理点点头 我也是这样认为 而且我们的电台经常捕捉到一些神秘的电波 这就更加肯定了我的怀疑 蒋介石急忙问 密电是什么内容 暂时我们还破译不出来 要是能意 间隙的事情也就迎刃而解了 蒋介石接着指示说 你回去 一定要想办法把密电破译出来 代理连连称事 回到了曾家言 代理马上就召见了议电处处长魏大明 把蒋介石的命令向他重复了一遍 魏大明皱着眉 感到任务重大 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了 这段时间 他为了破译这个神秘的电码 几乎是绞尽了脑汁 但是收效甚微 魏大明在破译密电方面 按理说是很有成就的 1936年 他就破译出了一份日本的外交密电 首开记录 1938年 魏大明向代理建议 聘请了文明世界的破译巨星 美国的密码之父亚德利 代理就依此报请蒋介石批准 以年薪一万美元 聘请了亚德利来中国 传授无线通讯的破译技术 到了39年 魏大明又从被扶的日本空军 又是信三的口中得出了 日军使用的密码 是由日文50个字母组成的 就从而对破译日本密码 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魏大明在代理的直逼下说 可是这回 我采取那50个日文字母的破译思路 说什么也破译不出来了 我估计是日本人知道了 我已经掌握了他们的诀窍 又换了一种新的组合方式 代理吼道 你不会想办法发现新的组合方式吗 不然我要你干嘛 魏大明摸着头 张红着脸说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每当这种神秘的电波出现以后 在一定时间内就有空袭 我大胆的再向局长进一言 能不能再请亚德利先生来帮一下我们 代理想了想 觉得也只有这办法了 魏大明离开以后 沈醉进来福尔说 老板 大明最近和一个女人打得火热呀 代理说 哦 和哪个女人打得火热呀 沈醉犹豫了片刻 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说 赵葛兰 说着偷偷的看着代理的表情 代理对此并不表示敬意 淡淡的说 抗战时期是禁止结婚的 赵葛兰是代理众多情人当中的一个 自从和余叔很好上以后 代理对叶霞宅 向有心 赵葛兰 周志英都失去了兴趣 他们当然得一主了 眼下叶霞宅被他当成一份厚礼 送给了胡宗南 并且送到了美国公读 他自己的一门心思 就全扑在了余叔横的身上 那天山顶别墅事件之后 为了向余叔横赔罪 他除了当真就把周志英 关进了西风监狱 还特意的把余叔横的母亲接来了 甚至连自己的化名都取为 余化龙 意思是余家的成龙快婿 并且打算把余叔横 也送去美国留学 代理以微大名之意 再把美国的破译专家 亚德利找来了 帮助破译这神秘的电波 亚德利来到中国以后 和他的中国女友徐珍一起合作 把军统超收的大量神秘电码 堆在案前进行归纳送结 经过反复的研议 发现 这个中国间谍和日本空军使用的密码是 无限不重复式 也就是 使用过的密码绝不再用 并且得出结论 这种密码是书记密码 第一本应该是一本英文的长篇小说 它的前一百页当中 必定有连续几页的第一个词 分别是Hair Lit Green 经过一番周折 终于弄清楚了 使用的书记密码底本 是美国的著名女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赛珍珠的长篇小说 大地 这本书的第17 18 19页上的第一个词 果然就是亚德利分析推导的那三个词 亚德利回去以后 连夜组织若干人 终于破译了号称 独臂大侠的这个间谍的密码 戴利就根据电报内容 搞清楚了独臂大侠的真实身份 原来呀 独臂大侠是川军高炮部队的一名军官 这个人虽然出身土匪 但是会说流利的英语 他勾结蒋介石的德籍军事顾问 赫尔伟纳 组成了一个间谍网 并且把中国高射炮的最高射距 一万两千米 用密码告诉了日军 而日军的轰炸机 由此就在一万两千米以上的高度航行 独来独往 狂轰烂炸 给重庆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中国的高炮火力却无可奈何 如今密码破了 代理喜不自禁 他要向蒋介石报喜 他说 这下校长肯定高兴了 毛仁凤 见代理得意忘形的样子 就提醒说 校长是让我们解决飞机轰炸的问题 光破译了密码 讨不了他的欢喜 代理想觉得有理 于是静下心来和毛仁凤研究 怎么样解决日记轰炸之事 时至今日 毛仁凤已经在代理的手下干了七八个年头了 他从一个小小的书记员 已经爬到了军统局代主任秘书的位置 事实上他就是军统第二号的当家人物了 代理的雷厉风行和毛仁凤的冷静思考相得一张 往往在处理各类重大事件当中起到株连闭合的作用 代理过于急躁 而毛仁凤常常出其不意的给予提醒 使两个人成为一对完美的搭档 毛仁凤说 如今破译密码 要对付飞机 比起过去又多了一个最有力的条件 最起码 我们可以知道日记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起飞 将要轰炸什么目标 经毛仁凤提醒 代理一拍大腿高兴的说 我有办法对付日记了 于是他对毛仁凤耳语了一番 毛仁凤听了连称妙计 第二天 魏大明指挥所有的电台高度警惕 早晨九点 终于截获了独臂大侠发给日军的电报 魏大明马上以大地为敌本 很快就破译出来了 据天气预报 重庆十二时销雾 届时可轰炸某某基地 而这个某某基地也就是国民党中央指挥中心 9点30分 日空军部队回了独臂大侠的密电 来电收息 总大队与某某机场起飞 十二时准时飞临重庆上空 届时请指示目标 两份破译出来的密电很快到了戴莉的手里 戴莉看罢对毛仁凤说 某某基地 那是校长的办公场所和住地啊 这个独臂大侠好阴毒 毛仁凤说 独臂大侠是汪精卫的得力特务 汪精卫当然想置校长于死地啊 此事不能再拖延 戴莉马上打电话 要蒋介石 通知空军部队派出所有性能很差 飞不高的飞机 于十一点起飞 躲藏在某某基地上空的云层里 蒋介石不解其意 等到戴莉解释清楚以后 在电话里连连夸道 好机 好机 十一点三十分 一群日机准时出现在了某某基地的上空 感谢您收听 由老王为您播讲的军统教父戴笠 本集播讲完毕